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预报 给大家更新过去的一周关于IU Legion的大大小小新闻 现在又让我们马上来看看上周终点 IU在刚结束的2021 Melon Music Awards中获得五冠王 其中包括了年度专辑大赏和年度艺人大赏两个大奖 再次展现出了IU在韩国音乐圈惊人的统治力 Melon音乐平台在当晚也公布了各个年龄层最喜爱歌手的调查 其中IU在10代、20代、30代的听众当中获得了100%的票数 排在了第一位,并且在40代和50代排在了第二位 IU当晚以全黑的造型试人 在开场的时候出率先拿下2021 MMA Top 10本赏 随后连接获得了最佳唱作人奖和最佳女solo歌手 IU在2017 MMA的表演舞台曾经获得了高度的赞扬 因此今年睽萎四年的表演舞台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IU在当晚一共表演了三首歌曲 分别是Strawberry Moon、Celebrity和Lilax 其中Strawberry Moon更是首次现场演出的表演 另外,出了名虫粉的IU在当晚的举动又再度受到关注 因为这一次的表演是以预录的方式呈现 所以即使在现场的观众粉丝也只能透过荧幕看到表演 然而贴心的IU担心粉丝会因为不能看到现场演出而感到失落 于是就在播放自己的表演的时候走上台 然后就直接在自己的粉丝面前跳舞 现场就直接演变成了一场小型的粉丝见面会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很多粉丝都在场馆外等待IU下班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很多粉丝都在场馆外等待IU下班 也打开车窗探出头和粉丝问候 一众粉丝都纷纷对IU表示好想你好爱你等等 然而或许是久违的近距离与粉丝们互动 IU也几乎湿了眼眶 深爱粉丝的心也不禁流露出来 看过上周重点后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上周的明日更新 11月29日 也当官方宣布即将推出IU Travary Moon官方周边 这一次的周边将会在12月8日正式开放发售 MAA官方上传IU温候视频 我已经在4年纪与MELON MUSICAWARD上 邀请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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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我最后的聘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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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在聘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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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是很多人们期待会期待 《Strawberry Moon》的第一次节目 第一次节目的节目 所以我现在非常感激烈 我现在的节目的节目 还有更好节目的节目 各位各位,你一直在那些歌詞 你一直在興奮到什麼歌詞 我推出的Mellon Music Award 12月4日,午後6時 Mellon Music Award 11月30日 IU在2021年度亞洲流行音樂大獎 獲得了多項提名 包括海外年度最佳專輯 海外年度歌曲 海外最佳合作單曲 海外最佳女歌手 以及海外最佳作詞人 京東製藥更新IUB紙 三多水更新IUB紙 New Balance官方更新 12月1日,京東製藥官方更新 巴濃琳Pizza官方IG更新 真露燒酒官方IG更新 12月2日 IU获得2021Asia Artist Award U Plus Idol Life女子Solo歌手人器奖 并且为此录制了得奖感言 yayna的品牌会是一桂的 本来的所有歌手人员 珍ез二三天 我虽然也祝福了 yayna祝福了 谢谢 要官方IG更新 12月3日 EVE ZERRY官方IG更新 WEVE官方脸书更新 12月4日 韩国YouTube公布了2021年的人气榜单 其中阿余在Dingo Music的Killing Voice视频 累计点击量超过了3000万次 在2021年YouTube韩国国内最高人气视频 MV Top 10排在榜首的位置 另外在2021年YouTube韩国国内最高人气MV Top 10当中 阿余的Celebrity和Lilax也分别排在了第三位和第五位 阿余更新IG动态 12月5日 阿余更新IG帖文 阿余更新IG动态 好那这一周的新闻就到这里结束 每周月报下周一晚上7点钟 再次和大家准时见面 拜拜